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位于高雄市前镇区和平二路奇特的路中庙千秋府 今天下午四点许遭计乘车撞进庙城 损及庙内四辆机车 所幸病未造成伤亡 千秋府主似千秋圣王 二百多年前极建庙于此地 因为于路中央有路中庙称号 正姓云江 二十岁 下午在株南乘客 二十岁 往北行驶 突然撞进庙中 庙城位于四县道中央 打破近年未曾车祸记录 事发后 据现场人员回报 郑幸运将短暂离开 又骑车返回 高雄市交警前任分队表示 郑南并未酒驾 公称身体不是没有偏右行驶 不慎撞进庙内 还好乘客没受伤 至于找逃过程 由辖区以新路派出所调阅监视器追查 千秋府历经清朝及日本时代 相传圣王皇千秋生前原居福建全州同安 来台后修补雨伞 范顶行善 此事后 后北建庙奉寺 因为于陆中央 日本政府及国民党执政时期 曾计划搬前 施工不顺作罢 警方表示 后在乘客公称 郑南却为肇事驾驶 将追查有吴茂民定替行事 在乘客公民党执政时期